大家好,歡迎來到《港京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大家好,又來到真飛過關的時間 這次賽事是跑星期日沙田的日馬,有兩場泥地 明天的天氣狀況會怎樣呢?就真的不太清楚 雖然應該有機會下雨,或者可能陰陰的天進行 但以現時的情況,你預計他跑天不算太正常的場地 先說明,頭場開巴時間是1點鐘 因為要跟金槍60說 goodbye,變相中間就會3點10分 金槍60出來跟大家說再見 中間大家又去現場就去現場看 記得看電視,說明金槍60在香港都相當之厲害的一匹馬王 其餘特別的東西就沒什麼了 跑兩場泥地 八場草地 因為頭兩場就跑完了泥地 1、2場而已 然後草地用的賽道是B加2 大家記得在底下留下言 大家溝通一下、交流一下 看看你們又會有什麼長篇、買了心水 賺好訂閱這些就不再多說了 在今次賽事開始之前 我們剛剛星期三都叫做 開個門 先叫做吃回鋪 雖然不是贏很多贏200多元而已 但起碼不用輸著走啊 頭關金運來木火同名 木火同名最後兩步差跌 頂到Q我就當然更加開心了 差一點點 第二關就不要多說了 什麼都沒得看的 幸運星球急到賴了 一出閘就放到射都不清不楚的回來了 說真的日到直到見還有兩個馬位 我只不過希望他捱到一個屁 都不是指望他贏了 這樣的斷速方法 當然啦 遙保區都沒有啦 就算是幸運星球又頂到 我相信 所以第二關就完全錯了 大家都沒有猜到可能 星期三那天 原來呂健威手抹這麼厲害的 歸禮人生在外面全贏了 那所以第二關第三場就算了 抹了他 我兩隻抹了都沒有看過 下次呢 遙保區呢 再想一下 但幸運星球我會再跟到鋪的應該 那尾關第五場啦 狗狗圍攻試跑得 試跑得是穩位那邊輪盡了一點 其實霍宏星已經知道的法力點 已經 開始騎定入 到會正直路已經立即穩的 但是 一捐入去那邊呢 有一點點了 就是要再等一等才衝到上來 最後就說剛剛追不過 跑了個第三 狗狗圍攻啊 整件事跑得很漂亮啦 都預了 你見賽前我們說 都預了 應該是這樣的跑法 然後會跑得好的 那試跑得就差一點點啦 那 都不算不錯啊 兩條位置Q 加上都分到七百多元 那你想想 如果隨便有一關 硬到那條Q 再肥仔一點啦 若然第三場那條跑得多一條位置Q 又再分多一點點啦 那所以變相 OK的 那都算是可以啦 星期三 我對自己這條飛都 那 今個星期日 照舊都是三川四 連人位置Q 每關兩隻 那至於選擇什麼場設呢 那現在開始跟大家說啦 那先來頭關 那第一場 跑這個四班的1650米尼迪 比呀 那這組馬呢 又是啦 十隻 也是那句啦 貴初你不要預計 那麼多馬 走出來先啦 那十隻算是OK的啦 報名 正選打出來有十隻馬跑 那這組馬來講呢 嗯 無論是檔位 還是馬匹的實力呢 其實小號那些呢 我覺得 除了1、2號叫好一點 3、4、5呢 都 一般的 那雖然你看到 不是呀 看到你這個表 就是4號超旺財 上年季尾 何摘堯跟他跑了一場泥地 好像追得挺好 你都會說是季尾 你可以看一下之前前面的賽職 而贏他那一隻 是敬進光輝 中環大盡歡喜福勝 而他跑了個第四 是一個沒有威脅的第四 那所以變上你要想一下 這隻馬今年做下來 行不行呢 對了 而這個當位都不是特別好 這次 排了九檔 爲上次排過二檔 客人很幻麻 和你跟他 pele架一段 lonely 也可以追 沒有人知道 那麼預期 option pays 單選一些前置型的馬 會開心點啦 連就是有門也很 不省 但是問題是 就是他先出頭 因為他開始要撈了 所以他的追射不同 一般說要入到直路才放正身 他不是那類 他是轉彎前已經要側定馬 堆定上前面那堆的馬群 入到直路最好他先走掉你 對了 連連又福都已經可以考慮範圍入面 湯好生呀 首風的還是差一點 那麼 這群馬大概是這樣的分析 我選了哪兩隻呢 首先就是一號發財秘笈 田泰安禮賣三馬威 開齋騎士王什麼都拿齊了 一開齋就 這隻馬由五彭治訓練的原本 應該大家都不會陌生 轉了倉 今季轉了去丁冠豪 那之前丁冠豪都有訓練 即是一件彩衣 其他馬都有丁冠豪都有訓練的 那這隻馬上季的表現 在沙田 贏了1V2000米 那麽你說泥地的表現來說 就 跑了兩局那麼大把 但是再前一季呢 其實他是有上過名的泥地 跑得好的 那泥地你不用擔心他不會跑 那又不是呀 剛才你說追不好的 那 因為這場馬 找田泰安下去 步步側步砌 究竟 是不是一定要用後追的方法呢 其實反過來這樣說 對他在前一點 有沒有得想呢 對啦 是不是一定要 擺對他 或者擺他那麼厚追 才有表現呢 那可以看回他最近 9月10號 試了那個貨雜 我就覺得 試得不錯的 那同時間他試了貨雜 回到來你說 是不是很好走勢 那 其實你說是不是 很強走勢 不是但是呢 他在馬嵐 走上來的勢 我也覺得幾好 不過 留意 這隻馬的出閘 是慢了的 你可以看一下 一出閘 就已經消失了的了 是啦 其實又不是慢的 只不過一出閘 這馬的關性 就比較適合 因為始終12米閘 你現在跑跑1650 那你12米的步速 跟他一定有些分別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轉彎進去 元寶巴尾的 一直在馬嵐 按著按著馬都自己跑上來 我覺得勢是幾好的 那丁冠濤 今季來說 都叫他有上個名 已經 那些輝煌精英呀 那些 老闆精神 這些都跑得好呀 所以我覺得這隻 發財秘溝 這場泥地 希望他可以早段 不要留太后 跟前的棋 這隻馬不是 不是沒試過跟前的 跟前 都不是說一定不行的 但是 但是你要明白到 有時 就是有些列馬斯 跟一些騎士 談的戰略 是不是想跟前呢 是不是 我們希望他可以做到跟前的動作 如果他做 但我覺得這隻馬是 挺健康的 對比其他馬 我會寧願選他 原因就是 二號怪獸騎兵 不是不好呀 黃寶利捉不住 因為一定是急到賴的 一定是 一出閘了 你減10磅 122 不是很輕磅 這樣 反不回來呢 與其我寧願 薄怪獸騎兵 拉快步速 扯快點 等法律比 跟上少少 入直路就可以跟你衝 另外一隻 就是9號的 歡喜福星 這隻馬 看到了 賽積表 上季大多數 跑得好的情況下 都是泥地 當然啦 谷草都OK的 泥地 可以介乎 1800 1650 都跑得好的 1200 你不要想了 一定是嚴短的 一定是 那同時間有個最好的地方 就是這隻馬金桂 你知道 大家都熟的話 方家派的操練手法 其實都很少試襲的 今年有試一貨襲 問呀 王志榮在9月以後在重化 雖然是試貨草地襲 是啦 那 我又覺得走勢可以啦 叫做真是開起 輕書報頭 你說 做了些什麼 其實就沒什麼事做過的 就這樣試了貨襲 回來走勢就 正正常常 又不是說特別 吸引 但叫做 操完射火閘之後 之後 回去 神速跳的狀態 就來得幾好 那同時間 他的跑法上是相當主動 可以對在前面走 就算不是說一定要放 跟著你的怪獸 騎兵跑都行 是不是 可以自己不放 怪獸騎兵 那些要走 要在前面不斷肥的 那我就跟著你跑 所以我都會歡喜福星 這一組裡面的形勢 都應該是相當之不錯 所以我選了他 所以這一組我選了 一號法財備級 和九號歡喜福星 接著就去到第二關 第二關就是 第六場 跑這個三班的 千六米 那 都是11隻馬跑而已 那這組馬來講呢 其實就是 小號碼大亂鬥 大號碼來講 911都 不得 9號狀態不是不好 但仍然的強行都還是偏急 這對金精靈 不知道偉大 想不想他下班 看上去的馬就不太好 美女在線 走下坡 退步的馬 那當然 你會不會說七號光明傳承 怎麼看呀 葉初航的馬 不會看 唉這些馬 突然爆了一局 我都沒辦法 他現在好像格沙 他上次贏了 然後跑包尾 然後又跑去上回名 然後又跑得差 你怎麼捉呢 這些馬 再加上 這個馬防 沒賠了你都不用思考了 是吧 變相這組馬呢 其實小號碼 那幾隻都不錯的 一飛為蕭 包裝旋風 不過大家的檔位都不是那麼好 十一檔八檔六檔 變相有機會有兩隻 最少 最起碼有兩隻有機會要頂三碟 陽明天康幸好有機會 跟前一點走二碟 變相有點難搞的 所以變相我這一組就選了一隻四號 明亮天下 這隻馬說真的 上季初出已經贏了 沙田千二在三班 插班即贏 那你 可想來知道其實難 這隻馬 極有個限度啦 三班一定夠跑啦 然後上去跑千六 二千千八 三場都上得 連續都上得到命 之後連續兩場 因為這隻馬不是那麼大隻 可能不是那麼耐薄 都不出奇 變相之後那兩場 跑得差一點 看似2000米 其實二千萬米的最好路程 都很難斷定 雖然他說 今季五歲而已 其實他只不過都是上季才來香港服役 在海外的確他有跑過 即跑過不少 但我覺得這馬應該還有 還有腳程可以再跑 即交到頭馬的應該還沒那麼快用盡的 而今次用的騎士是報紋 這些馬要留後追一段隱隱埋賣 再加上今次抽過一檔 其實都幾好他跑 你可以留意下 9月10號 試了貨集 那貨集 海船 時光合火 賓磁 鑽石 升空 三隻都有份跑 那他 試過貨地集 其實都試得相當之好 出閘其實就 明明天有時候 不是那麼準 你看這次出閘也是 零零丁丁 出來 慢了半個身位 那報紋就立即提起他 折迫他上去 一路沿路跟在後面 叫做尾三尾四 接著進入轉彎前 其實報紋已經開始提起馬 醒了 開始加一點速度 雖然貨集短一點 但你早段 轉彎的時候已經提起他 其實你要回來 勇Sir的勢不錯 雖然你可以看到前面 那三隻大家都按住手 好像你的手動動多一點 大家的路程不同 大哥 你三隻都跑開短途 海船士哥就很厲害 然後合火奔馳 別說啦 又是1200米 短途6V 轉彎星空又是 隨雨石的鎮瘡補 有質素的 變相你跑一個 即是你跑開中 中距離 1000至2000米 你那個1200米 你不知他怎麼跟 大哥 步速即是腳法落腳都不同 但你見到他回來了 終點的而且他可能是 叫做退得快一點 但是你說這馬本身 入直路轉彎 入直路的走勢 都是不錯的 所以我覺得這隻明亮天下 這一組來說 我都會選他 然後另外選的 就是潘頓 五彭治 今季潘頓和五彭治 暫時的成績 一般般 就是這隻都靈星球 這隻馬上季剛剛服役 而且他是一隻 北半球的三歲馬 還未轉水的 還在香港 上季季尾 跑了一場 不錯的第五 當時是艾小禮幫他跑的 那這隻馬呢 第一次 擺他這麼前 看空他跟你跑 回到來輸給什麼馬呢 一定美麗 陸續豐收 陽光勇士 誠好運 回到第五 雖然你說是不是好像 沒有威脅 其實都不是 在他們後面的屁股 跟著回來的 上季這場馬 都不是跑得差的 而且最後的 拉斯50 其實第四是放低了的 原因是 他給了一定美麗 輕輕咳咳 所以變相 這個都靈星球上次 其實有機會 即上季過程有機會是跑到第四 那今季潘頓拿來跑了 再加上 神操試閘 真是美麗的 他試了兩貨閘 短時間內 即是說9月3號 他試了一次泥閘 千二米 之後9月12號 再試一貨泥閘 我們就 看下9月12號那貨泥閘 試的 真的幾不錯的 這貨閘 告訴你 證明這隻北半球馬 昇得到來的狀態 今年都起得好 出閘順利 潘頓堂在前面 外面金牌活力 因為 要搶欄放 你看他這麼積極 一早就不斷推推推 然後潘頓出了來 好 hold住 買回藍先 不要說那麼多 然後一斤後 他前面走 做了一個cover 一路沿途走勢都沒問題 然後轉彎 輕輕側看一提 潘頓看到嗎 剛剛那個動作 拍一拍片 看一提他 轉腳 大家 給一點速度 然後潘頓一直提著的 潘頓一直有比 當然他腳伏好像不太好 抬得比較高 他是那些 擺前走 比較均速 撈開步頭的 跟他撈 後面那隻馬 其實一路都埋不到他 一路叫追近 金牌活力 本身走勢都相當不錯 狀態來講 我覺得今季來得不錯 而且剛才都說了 北半球三歲馬 你今季正常 準備要轉四歲 同時間又要那麼快 適應得到下來 應該有些分 有些質素在手 所以我就選擇這隻 8號都靈星球 希望潘頓五盤子 那麼貴快點 剩下一些 不要說贏 Pay Pay都要 是不是 那次那隻 家應學彩 什麼都沒有 所以 希望 騎電組合 加上這隻馬 發揮得到 接著來到第3關 第8場 四班的 千四米 這組馬就滿了 孤 孤的 這組馬來講 實力上是否叫做好平均呢 基本上 1-8號為之一組 9-14號 為之一組 然後14號你基本上可以當這站馬就抹了它 發揮騎兵不是不好 但你用黃寶來我有戒心 另外廟方說 還不行 然後龍城強將 贏完馬之後又不行 再加上十二檔 快翠神州還不行 再加上庫泉曲奇 又有個十四檔 再加上泥超星的馬都不是很急 你看 如果 泥超星的質身馬很容易看 你看 頭幾場沒什麼東西看 那些馬就不急 開始 游一下再做一下 所以分開了兩組馬 其實今早更好 理論上應該要撥在下面 但騎煉組合加上這隻馬 的確是 有些狀態 在細琳把怎樣選擇呢 上將蚊騰其實 都是不一般的 只不過剛好在細琳把 鑽住了它 所以如果要選擇這組馬 你主要圍著在那些 1號2號3號 4號 5號 7號 加上8號 這幾隻馬就選擇 其實 你當護川也好 你選擇膽拖一下也好 這一組馬買四重賞應該都在了 但跟我們的買過關不適合 我們兩隻而已 所以變成第一隻選擇 3號 極速贏 上次怎麼跑大家有目共睹 是吧 湯普新大哥老定到這樣 是不是不知道A跑 塞到軟軟軟軟的呢 那個位 你這樣都不穩定出來 那哪有人幫到你呀 大家從這裡開始看了 轉彎入直路 前面 仙老神話 一直這樣壓住了 你在他後面 在他的屁股跟著 都不緊要 然後沒有了 看一看 好像有一點點位 好 不夠位了 前面那隻已經塞住了 跟著外面那隻走了 那隻 希斯那隻 大外檔 大外檔其實為什麼會被蓋得到呢 就是極速贏 如果早點找位 根本那隻人和家政加上 那隻 快翠英雄 根本就 你見後面他立刻一找到位 就已經湧上去 你可以 留意一下 他原本被人過了 基本上第三都差點要放下 一找到位立刻衝上來 所以如果你說他早點找到位 基本上怎麼會是第三啊 贏也行啦 對啦 貫寶區 希斯那隻 他前面一路一路一路 人和家政贏一定行 他跑第三 鮮老神說前面那陣子 頂到陷陷陷 即是激鬼死 所以變相呢 湯普新有過一次經驗 今次繼續有好檔 你不埋難都不要緊啦 二跌都可以的 這組晚我覺得 你應該都欺負到這一堆對手的 所以希望這個極速贏 湯普新 省省省省省省 跑一波靚靚仔給大家看一下 另外一隻就是7號 字字多寶 潘頓要去跑初戀 初戀上次跑到什麼 大家 知道什麼事 所以算了 初戀 字字多寶基本上 勵出就必熱 都沒什麼 多過5倍 或以上 最懶的一次都是上季 入了一條Q5.7倍 今季寬頓跟他跑 就是正正是開來日那天 潘頓那天4分 無論愛當內當 什麼都是對前的 你看看那天他跑什麼 都不用看後面 你只看他出閘都夠暈倒 出閘是 如果大家有時間 可以立了 開來日 每一場潘頓投馬的組合是怎麼跑 一出閘 給兩步 在前面找位 這隻不是的 這隻一出閘就 就已經是保持了手 抓的了 然後就一直 有些搶口 拉到後面 然後轉彎 入直路 在後面 提一提他 反手邊 還是反手邊 大哥啊 前面都走 歸了他 連連有型 卡羅威那些 反手邊提了兩下 好像有點反應 然後轉右手邊 好 再打幾下 都沒有出車輪邊 都是打幾下而已 然後看著裡面的馬 我夠不夠過呢 夠不夠過呢 OK 過了 有第四 都叫有交代 完 收工 雖然今季 寬頓是好了很多 但全日來說 我這隻馬 真的跑得 相當之 一般 你說這隻馬 是否一定要留效 其實不是 不過檔位 是否有影響 可能真的有影響 但是 都不用一下子 抓他 哈羅威那隊都在前面 所以變成今次換人 你判隊不跑 我報名都不是差你很多 如果 純粹計能力值 你說成績就沒得好說 大家的 拿的馬都不同 但你說的能力 還有一部 不會差你很多 排了一檔 應該不用留那麼厚了吧 到時 會不會實斜 希望 沒有這個問題 可以轉回順利 找到他 和我極速贏 大家看看如何互動 兩隻好檔馬 我都選了他 這場馬就極速贏 加字字多部 再跟大家 說一次 我們今次 買了一條什麼票 今天 三川四 連贏位置 頭關第一場 一號發財秘笈 搭著九號歡喜福勝 次關第六場 四日明亮天下 踏爆刀靈星球 尾關第八場 三目極速贏 搭著七號字字多寶 一樣 都是五百元總頭注額 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我們這個星期 都可以繼續 維持 中得到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片的內容 可以按一按subscribe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什麼想和我們交流 即管在下面留言 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 多謝大家 你們記得按下 一下 我們可以結束 按下